嗨 观众朋友 大家早安 今天顺利气箱帕帕哥带大家 来到了嘉宜阿里山 要介绍什么呢 不是介绍阿里山的茶 因为阿里山的茶已经够有名了 这一次来到这边是要介绍爱玉 大家都吃过爱玉 但是你有看过吗 长在树上的爱玉是什么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说实在 绿绿的这样一颗 上面有斑点 真的不知道还以为这是土葱 是土芒果 而且来到今天也才知道 原来那个爱玉是爬藤类的你知道吗 那要长这么大一颗 这样结石雷雷 我跟你讲 这一颗种了25年 所以大家吃爱玉你知道吗 这粒粒皆辛苦 当然了 今天这树莉 已经洗 搓 爱玉好多次了 来到阿里山 一定要试一试不同爱玉的吃法 如果你还是吃这种柠檬爱玉 我跟你说就落差了 所以今天我们特地到深山 我跟你说 把这个大厨挖来 阿贵师 我跟你说 阿贵师说 他人家都说他是云端的大厨 为什么 不是他在网路科技的云端 是漫步在阿里山的云端 在云端上工作 在阿里山的云端工作 好 这个阿贵师啊 你今天帮我们精心准备了 听说拌眉不敢睡不着 就为了这气象啪啪够 要变出不一样的口味的爱玉 你现在这三 这边有三种口味 这是什么口味 这有一些两个有茶 叫烏龙爱玉 所以是用阿里山的烏龙茶 烏龙茶 就在做爱玉 我快吃看看 等一下 等一下 怎样 我还要特别介绍 特别介绍 这个硕是 硕是这样是 阿里山的山葵芥末 啊 山葵 山葵加爱玉 爱玉加爱玉 爱玉加爱玉怎么会吃呢 会吃的 很好吃 哪有可能啦 爱玉没人在加芥末的啦 在云端上就有办法吃的 真的吗 这种巧思 好 来来来 吃吃看 这样爱玉加芥末 你真的不要吃过 这样真的可以吃 真的可以吃 好 我吃吃看 既然来了嘛 芥末爱玉 真的可以吃 还有茶香的口味 还会喝耶 会喝啦 赶快这个 这个是茶叶 还有那个芥末的 这个呢 黑黑的是什么 咖啡 在地阿里山咖啡 阿里山的咖啡 阿里山的咖啡 難怪你都没睡 那咖啡做的咖啡爱玉 对 然后呢 也是直接吃 你又要加芥末 一定要加 咖啡爱玉又要加芥末 这样才会融合 我真的不知道 看我这个 这个什么味道 吃起来 我跟你讲 有咖啡味 也有香葵的味道 嗆嗆的 香香的 清清爽爽的 真的有咖啡味耶 然后也有芥末的嗆嗆味 对啊 可是好吃耶 真的不一样喔 不一样 有咖啡的苦苦的 对… 然后又有芥末的嗆嗆 这个… 这个就原味了 原味 这个就原味 也要加芥末 要加芥末 要加芥末 这是要给四个三口不同的味道 再来… 天啊 今天吃了三种口味的爱玉 然后又爱玉加芥末 又清淡 对 对 很清淡 对 哇 我们真的也谢谢你耶 阿贵是 在原端上 為了去江爸爸 够变出了三种口味 而且喔 來到这边 你也许才能够真的吃到 完全都是阿里山 阿里山的芥末 阿里山的爱玉 阿里山的咖啡 阿里山的茶叶 做成的 阿里山的水 对…配这个 聽說是教高神 不好意思… 阿贵800是1200 这样搭配吃就对了 这样搭配吃 哎呀 真的是大开眼界 都是有机的 真的 都全部都有机喔 都有机的 哎呀 真的是大开眼界 我看这也是 來阿里山吃的 对吧 当然了 希望大家 各位朋友 来我们阿里山 又有巴士 所以一集 無法吃后走一趟 就可以品尝这些美味的料理 但是 我现在要来補起上了 好 这天气很好 阳光也露亮了 来我们赶快来看看 今天已经礼拜五了 如果说你要来阿里山玩一玩 吃阿里山的爱玉的话呢 来 我们从卫星云图当中 赶快来看咯 事实上就今天的天气上来说 你可以发现 现在阳光都出来了 的确昨天夜里 因为这东北风再加上就是 这南风符合的影响 所以包括了宜兰 中南布山区都下了好大的雨 那么现在整个对流 都已经逐渐消散了 所以今天来说 各地云扫阳光自然就出来了 不过呢 因为今天还有一些微弱东北风 所以包括了基隆北海岸 宜兰这边 还是会有一些短暂争雨的现象 那么午后雷争雨的话 今天主要会偏重 在中南部山区 那么当然 从地面天气图也要告诉您 事实上 大家担心的这北面台风 看起来现在呢 应该笃定就是朝日本南方海域走 所以对于台湾 威胁是已经没有了 那么今天的温度上来看的话 其实白天还蛮热的 因为西半部的高温 差不多33到34度 东半部的高温 差不多也有32到33度 那么周休假期天气就更好了 因为水气更少 所以几乎都是非常晴朗的好天气 当然也会比较热一些 因此最后 淑莉呢 要告诉大家 真的来了一趟阿里山 真的你才发现 原来 爱玉是长这样子的 真的长很多知识 那么如果说 你要上嘉义阿里山来的话 事实上像达邦部落 石桌 石字路 都是主要产爱玉的地方 那么产期差不多是9到2月份 但是如果2月份 就可能真的要到高山 才看得到爱玉了 问如何呢 来到阿里山 不仅呢 可以看到原住民的文化 又可以品尝到不同的这种口味的爱玉 相信是您周休假期的好选择哦 再把时间交还给香华